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Vlog 今天又要带大家来到KLIA 也就是我们的吉隆坡国际机场 那我们看看有什么改变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这个宽阔的机场 然后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在维修着的 最后一次来应该是去年要去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的 那么这一集我们是要去哪里呢 看看封边就知道我们是要去日本东京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License to Win 鼓励大家去旅行 然后可以有机会赢取这个1M Ringgit 100M Ringgit的这个现金啊 那么这些肯定是假钞啦 不然也不会放在这边给大家看 那么带大家走走一下 check in了过后呢 我们就去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吃东西 这个时候的时间是差不多9点晚上 那么也是蛮多人一下的 其实 那么相比去年的这个5月 当我要去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呢 这里也是改变了很多啦 因为有很多新的这个餐厅 而且现在也不算是疫情了 开放了很多人也开始出国旅行 应该说去年开始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很多这些餐营业的都继续营业啦 那我们就来到这里看看 哦这个是卖面的 如果有去到KYA的 应该有注意到这一间啦 那么我们就不去很远的地方 我们就在这边喝个茶这样子啦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啦 从外面回来 这里是Pelapasan Antara Bangsa 也就是出国的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很多人 从国外回来啊 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 哎 我们要出国 但是他们刚刚回来 我们要走的路其实有一点长啊 因为是在这个Gate C 三十二啊 忘记去了啦 就是这样子啦 好 要走一段路然后才可以到这个Bording的这个Gate 然后接下来还要坐一趟巴士 去到这个大飞机那边 去看一看啊 那这一次的这个Vlog呢 是用Insta360 Ace Pro来拍 跟以往我用的那个Sony的这个Steadicam X3000 不一样啦 然后我们尝试一下新的这个器材 算是第一次用4Vlog 有一点不习惯 但是可能用久就OK啦 然后可能画面有一点摇晃 希望大家可以见谅 乘坐着这个行李箱会动的是我的同事啦 好啦 要去日本 那么这一架这个相机也是不错啦 刚刚的是没有用任何的麦克风了 直接对这个Insta360 Ace Pro的这个Internal Microphone来做录音的 我们现在等着要去坐飞机啦 所以我们进到飞机 记得要尽量的 你看,现在也没有空姐出来跟你解释这些安全的东西了 就直接看视频就算了 蛮创意一下啦 不错这个视频,不错 那么呢,我们的这一次行程去东京日本呢 是差不多7个小时啦 然后是11点半晚上的飞机去到那边是 Local Time 7点半 就是这样啦 然后现在看到的画面呢 是差不多我们在越南的上面啦 就差不多启程了 2个小时,1点43分 抵达2个小时之前呢,就会送给我们吃东西啦 就是这样,我们看一下 这次的飞机餐有什么 有优格啦 水果啦 奶排啦,有一个空杯,有一个水 餐具,然后有一个牛角包,然后 这个是叫做 Egg Frittata 七早八早啊 差不多四五点钟就叫醒我们了 问我们,Do you want beef or Egg Frittata? 我就只听到这个字,我就跟他 order Egg Frittata 原来就是这个 鸡蛋的这个东西啦 好了,转眼间我们还有14公里就到 Narita的这个机场 所以 转一个画面应该就是 飞机停下来的时候了 你看到在荧幕反射的那个红点啊 就是我的相机 显示着录音的这个红点 想办法要怎样去 disable它 Narita, here we go 哎,到了 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画面呢 这次的这个下飞机的这个速度还蛮快一下的 Compare to 之前,Compare to domestic flight 大家都很规矩啦 所以这次乘坐的是马航 然后机组人员都很 友善 都很有善 厕所 看一看 OK 然后我们Fast forward Met you,Yau,Chu,Tau,Narita Apple 带来 傍 Awak study 接触 哈哈哈 订阅 好了,出到机场,我们就看到天空有一点阴阴这样啊 那么这个就是Narita Airport 离开 即将要check in的酒店大概有一个小时半 那么第一次踏入日本的我呢 还以为Narita Airport这么小的了 因为我们从这个arrival这边出去到我们的aerport transport那边很快 要去拿行李等等的东西,一切都很快 所以我以为啊,Narita Airport很小 其实真的是,kampong boy啊 小物件大物,其实蛮大一下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Narita Airport 然后我们就去拿行李 然后就去check in酒店了 然后就去拿了好幻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已经来到日本的机场了 现在要去行李 我们就在外面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во阶 前两个机场是一样的 亨陪政府处理 你真的不能怪我以为这个机场很小啊 因为真的 一下子就出来这个地方 然后要去拿行李了 拿完行李一出来 就要去我们的航空交易 不错 空气很清新 后面的都是我的老板们跟同事们 就是来带你们看看 机场外面的情况是怎样 在沿选需要lem的是 window それで跑到柠檬的儿子 来什么 走到朝阪柯 看 Can我打 tay 掉下水 中文字幕——YK 来到日本最让我敬佩跟惊讶的就是自动贩卖机 一滴看到就不能了 没有办法还是要跟着同事们走一走 逛一逛看这边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的Van是差不多半个小时后才来 所以我们去看看啦 这边是租车的地方 然后一定有的啦 Starbucks或者是在日本叫做 Starbucks 然后对面就有便利店了 所以我本身没有什么 迷纳这个Starbucks的东西 我去看这个自动贩卖机 很多东西哦 最特别的是 它有很多这个 我们叫做 付费的方法 那么我以为 Scan QR Code什么都可以 其实是不能的哦 但是它可以用支付宝 所以我就 Try try用我们的这个Touch and Go E-Wallet 到最后是成功的啦 但是没有录到啊 OK 我们尝试用一下这个叫做 Time Shift的这个功能 很像Time Lapse 但是 我们做的这个Alpha的这个车 就会带我们从机场去到这个酒店 顺便拍给大家看一下 日本东京的这个物资啊 是怎样的 还有路况是怎样的 其实蛮惊艳的 很快就到酒店啦 我们就到酒店的外面逛逛啦 因为到酒店的时候是差不多9点多10点 我们的第一个行程是在11点 看看吧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叫做TOKYO DONG CITY 那个酒店就是TOKYO DONG HOTEL 所以既然我们还有一班同事还没有来 我们就在酒店附近逛逛啦 走来走去看一下啦 这个TOKYO DONG呢 其实是一个棒球场来的哦 晚上是有棒球的这个活动或者是比赛的 所以我们试图看看一下吧 反正第一次来就看一看啦 没问题 我的同事啦 讲说要进我的VLOG 所以我跟他们讲 没问题啦 我们看一看四周围有什么啦 真的你不要说啊 又看到STARBUCKERS 所以原本我们想要进去 但是啊 没有什么特别啦 我们转看一下 诶 7-11 不错 不错 呃 他都会SERF你一杯冰水啊 然后给你一个毛巾 给你骂手 还是骂哪里 我不懂 啊 我就问我同事 POLELAK MUKA 要骂脸呢 但是还是 骂手就好啦 可能夹夹骂一下脸 不懂 就是这家咖啡馆啊 你看一下它的LOGO很特别 一副不够睡的样子 有来过东京的 应该有来过这一间啦 啊 他们也是有英文的menu 我们就点了这些 呃 价格比较实惠的早餐啦 因为其他的都是 算蛮heavy一下的 所以他们这些面包上面有放鸡蛋啊 好像egg sandwich这样子啦 scramble egg这样子啦 然后他们也是有套餐的 之后咖啡就来啦 咖啡我就选了一杯比较熟悉的 就是americano 然后很奇怪的 他给我一个小小杯的牛奶 我们总共花费是3140yen 差不多一百块马币啦 四个人 四个人 ok啦 出国的理由就是这样啦 所以你去到任何日本的这个咖啡館啊 还是餐厅啊 都会有一只他们重复着的祝福于啊 呃 类似好像欢迎光临啊 CC啊等等的东西啊 都不会有很安静的一个 环境的 呃 Starbucks应该不会这样啦 啊 我们喝完咖啡就走一走 走回去酒店 啊 一副阳光普照 这个就是我们这样入住的酒店啊 很高一下这个建筑 呃 呃 这个相机好处的地方是 它有 白镜咯 然后 你看它的边边也是没有什么 wrap啊 我是还是wap啊 忘记去了 看到吗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它的个边其实就是一个 team park来的 有这个 Rollercoaster啊 有这个 Solero shot啊 啊 等等的东西的啦 哦 所以它是一个 City啦 一个City 他们叫一个City 有棒球场 有这个 游乐场 晚上还有 很多年轻人出来走走 有这个 啊 啊 Gashapon 也就是那个 转那个 扭蛋的 啊 这个就是酒店啊 很高哦 40多层啊 应该是 好啦 我们在这里 转一圈 然后就要回去 酒店 应该 这一集就是这样啦 啊 陆陆续续同事也来了 呃 这一集就大概 介绍到这边为止啦 没有什么 呃 惊天动地的东西 但是 只是想要给大家知道 呃 这一次来到东京的 这一趟跟同事一起来呢 非常非常的 开心 我们第二集 就可能聊一聊 日本的这个 保险的这个 状况吧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